違反醫學倫理 這是不對的政策 這是不對的政策 對 這是不對的政策 那所以我們打這些 這些高端的怎麼樣 是怎麼樣 你們有滿滿的台灣價值 好酸啊 說到高端 台北市長柯文哲又有滿肚子話 我覺得你還是為黨犧牲 就算了 哇 我有這麼崇高的 一個聲望 就說我為黨犧牲 最起碼你沒有去偷打BNT 去偷打BNT 這樣 你這還是 氣扁 我跟你說 你這也是 沒有 我這種人 我反而比較佩服 那你要不要公開的稱讚我一下 對啊 至少你比蔡丁貴好多的 這到底是包還是扁 柯文哲為了高端出國 補兩劑 槓中央 說這不叫混打 是重打 還算陳時中 這是公共政策 又不是包廂裡 燕飲的個人行為 要中央別把人民 當作為政府解套的工具人 懂的話就越想越生氣了 我想講的也有他的道理在了 不過在整體在疫苗上面 本來就有我們的困難 陳時中終於正面回應柯文哲 但顯然柯市長沒打算罷休 就連新北市長侯友宜也直言 疫苗還是國際認證的好 高端疫苗讓再也再度撿鬥槍 怎能放過這個機會 TVBS雄烏灰裡最恆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